国际技术拍摄市场需求经济影响停显両计划 国际技术界大技术品拍摄介绍油丸创新歌 其他技术市场停显冰淡 但今年在台北技术普朗会上 除了在明日本技术和草菅迷生奈良美智的作品以外 台湾的技术家张腾远、阿爹朱成为作品也都非常受欢迎 全球经济由好当外国际技术拍摄市场需求经济影响 各受众携带技术品 比如赵无极、朱德群作品没受影响 国际明星拍摄不介绍可能要更创新冠 日本技术家那两美智、草菅迷生作品有完受到企业危害 但今年在台北技术普朗会上面 新兴台湾技术家也比较资本 例如新世代和张腾远的作品应有两个例子 仅受到受众和欢迎 在技术普朗会第一天所有产专作品就不定了 以最近的艺术市场来讲 大家也会担心下半年是不是因为升息的问题 说完全不受影响的可能性当然不可能 以艺术品来讲的话 就是看作品的精彩度以及特殊性 是真的好东西、好作品、精彩出来不容易 所以在艺术市场上它受到的影响比较没有那么明显 本名的夜姓风的技术感到这样 是新北京的本土創作者 他的名字在这样出自立文 他的头創作、餐店的概修系在作品 也是在电影第一天就比较了 就22个月的主持人是今年 结束普朗会上少年的餐店者 他的作品也是在电影第一天 就差不多都被修装家烧掉了 以虚子的狗作为卫族的創作观所 日本的艺术家来讲的话 那也聊到现在热度不减 草间弥生的作品也因为在海外的关系 他的热度也没有比以往来的减弱 以台湾的年轻艺术家来讲的话 当然还有特别的几位 像是张腾远 他最近在艺博会上面的展览 也是当天就销售一空 所以其实台湾艺术家 比较属于年轻的这方面来讲的话 其实在海外的成绩都是非常可观的 负配军技术 几位台湾尼庆益苏家 例如张腾远 在海外的热度都比国家的年轻都更好 他们在海外的成绩都是非常可观 谢谢台湾国家台北在方报道 在海外的空间的海外的成绩都比较多了